一個暗暗迎接第二春 再婚的阿伯在電視節目指控過女兒 偷走自己畢生的積蓄 但自稱受害人的這對新婚夫婦 為什麼之後會在香港扭到滿城風雨 你吃街睡 沒有再跟著我 甚至輪為過街老鼠呢 你好 報警 騷擾我們 我好害怕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可白何太事件 今年成為了不少香港市民發聲渠道的無線資訊節目《東張西望》 在2024年5月講述了一個76歲的老伯 和一個46歲的女人可歌可歌的愛情故事 喪妻當年的可白亦有五個子女 而另一個主角46歲的內地女人 在早年曾經離婚 亦有一個18歲的兒子 她自稱曾經被前夫家暴 兩個人的情緣在2024年初屯門欣田村的街市開始 當時女方經常都請對方喝好湯 成功哭著可白的心 大約在相識一個多月之後 女方就主動提出想結婚 而可白亦認為大家真心相愛 因然決定高齡再婚 不過自從兩個人閃婚之後 可白和她本來感情很好的家人一夜反目承受 事緣何太建議可白提早拿出她在定期存款戶口內的100萬港幣 發展餐飲業的小生意 但就在可白準備拿錢的時候 她才經覺自己的小女在未徵求她的同意之下 自己一個將聯名戶口裡面的450萬存款拿走 她在節目裡面控訴女兒的行為根本就是偷竊 懷疑銀行職員和女兒串通 令她現在只剩下4000多元的流動資金 她強調這些都是自己多年來辛苦工作賺回來的血汗錢 而且家人都不願意接聽她的電話 可白直至子女不孝更提到要跟子女斷絕來往 而可白又透露在結婚之前一直都跟兒子一起住 但現在就被家人趕出門口 只能夠居住在身份老婆的公屋單位 至於何太在節目中指老公的子女歧視她是內地人的身份 誤解她是那些專欠男人錢的內地女人 甚至說老公的小女曾經打電話辱罵她 不過自己就沒有還口 她又表示自己好心疼老公成為了自己和子女的磨心 聲稱自己曾經勸老公回到子女身邊 但就被可白拒絕 何太當時在哭 她強調自己雖然和老公的年齡相差大 但自己真心愛對方 你信不信得好呢 我真的很喜歡我老公的 另外何太又只可白對她好好 在節目裡面 何太帶著老公送給她的戒指和勞力士手錶 估計總值超過30萬 在節目推出之後 這對身份夫婦的戲劇生的故事 即時引發了網民的熱烈討論 就連一些本地的Youtuber 例如香城影畫和改歌高手程天霖 都分別推出有關他們夫婦的創意影片 而後來何太可白的高調行為 就更加令相關的話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何家所經歷的家庭糾紛 被網民笑稱是可白之亂 更加有人特地開了Facebook關注組討論事件 為何太取了個翻名何馬 又認為她的髮型很容易認得出 好像個飯糰 除了何太在節目裡面 現時常都打斷老公和主持人說話 令觀眾煩厭 也有人指何太在節目裡面哭的一幕 根本就沒有流眼淚 笑她要醫好淚線閉塞 才好在上節目受訪 當時網民幾乎一面倒地指 老夫少妻的組合大多數都是別有用心 認為兩個人相識一個月就結婚 女方一定是貪可白的450萬身家 有人覺得何太對可白的洗腦方法很厲害 更加開玩笑地說她煲了迷湯給可白喝 又指她令可白和家人反面是冷血的行為 阿白不單止臨腦入花蟲 而且腦懵懂 七十幾歲都沒有半點人生智慧 所以網民認為細女超級聰明 只是在提防騙子 曾經評論過李隆基事件的資深女歌手欣妮 都是Facebook指 年初至今日已經有兩個例子 都是大陸女人 問香港老男人 他們到成功上位帶紅帶子 恐怕已經有一堆女人在排隊 效法來講發財 香港真是一個超級福地 而每當提到和錢有關的話題 何太的神情就很緊張 又清楚記得老公送給她的禮物金額 就連她提到 如果我說任何謊 我以後就賺不到錢 窮光大一個好不好 可以了嗎 這個是最狠毒的 因為我的理想是以後賺很多錢 就連幾句發誓的說話都離不開錢字 至於何太在節目中所佩戴的黃龜首飾 和一個疑似愛馬仕惡魚皮手袋 令人懷疑她的資產總值 可能已經違反了居住公屋的條件 面對外界種種指控 何太可白再次接受訪問 又派出兒子為媽媽澄清 當時何太指自己已經看過過千條網民的評論 批評大家對她不懷好意 而對於借剩下四千多元身家的老公 何太就指自己對老公不離不棄 另外何太和可白又強調邪不能勝正 會堅持齊心地追討小女拿走的四百五十萬 形容是走正確的路 此外何太呈聲自己所用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A貨 並不是好像外人那樣說那麼有錢 不過她之後又展示一對 價值近十萬元的足金龍奉額 指這是情人之禮物 在這個時候何太在節目上為自己平反的言論 反而令網民的反應更加熱烈 甚至令何太一些疑惑而真的過去都被討論 成為了網絡焦點的何氏夫婦 沒有打算避開這場風波 反而加入了直播行列 甚至獲腰進行直播帶貨 何太又在YouTube開設何太生活娛樂 大談夫妻之間的生活 何太更加曾經不忌諱地 在直播中公開可怕每晚可以做五次運動 暗示夫婦生活幸福 有些人慢有可怕 還會有什麼硬 她是一夜晚五次的 而印尼都有關注兩個人的直播 當中日評論了何氏夫婦在直播上上 想演新聞的環節 印尼留言 想減肥 一定要在吃之前看看喊白的嘴召 你放心馬上吐 有時間沒有胃口 同時夫婦又會形容 惡意攻擊他們的人做黑粉 以大量粗言為語指責黑粉 你又去煽動什麼仇恨 你帶黑粉 我大把錢 你催 你又去怼我 又去挖我 又去報警 你說我很有錢 我幾萬粉絲 這些就是我的財富 你去想想 想想山林東東水 你想想廟 你沒有大陸人你活得這麼開心嗎 沒有大陸那些人 人漏漏扣碼 香港怎樣經濟起飛 是吧 而可白又不時在直播中 掛掃子女不孝 隨著兩個人的知名度 日漸增加 有網民就開始猜測何太的背景 首先 何太曾經被網民 發出曾經在抖音開設帳號 千語BB生活錄語 除了發生成為感情專家和人生導師 當中亦有不少涉及金錢話題的影片 錢是有靈性的 找看找翻身 因無論有多少錢 哪怕是一毛錢 也要尊重和珍惜 因為愛是需要財富的 需要地位的 需要物質的 因為愛這個東西是一個高手才能具備的 服侍人道指寄 給人情緒 給人物質 幫助人提供謀略 她主張不要選窮人做伴侶 甚至教觀眾如何吊金龜 另外何太曾經在直播的時候說了一句按摩店的術語樂鐘 令網民猜測多年前的她 曾經以小燕這個名字在東莞娛樂場所打工 不過何太就呈現自己從來都沒有做過相關的工作 還展示了自己16歲時候的想去反駁傳言 在這個時候 亦有網民指何太的前夫 可能在一年前曾經出現在東張西望87歲的余伯 因為余伯同樣是和一個40多歲的內地女人閃婚 而結婚之後 那個女人突然帶著兒子同住 成功申請到公屋和香港居留權 後來兩個人離婚收場 那個女人就拿走了余伯的公屋 這件事和何太所講和前夫離婚的經歷很相似 但之後何太就否認了這個說法 除此之外 這對一夜成名的夫婦 在平台直播的時候不時上演荒謬的場面和對話 例如在7月中 有觀眾在直播的時候 提議何太可以離婚之後改嫁到美國 也可以帶可白過去 現在還好 我將來少請一個管家 就讓我的老公 現在的老公當我的管家 未來的老公不嫌棄 我帶老公 帶兒子 但我也是會的 在這個時候 可白就很大反應 我聽到 她的身上都不是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我 給郭哥 我問你家 郭哥人 我一定是生命的 而可白何太高調的行為 加上可白又曾經自稱擁有450萬港幣的積蓄 但就居住在何太的公屋單位內 令網民再次質疑呼呼不符合公屋住戶的資格 之後房屋處處長羅淑貝在電台節目上對這個問題作出回應 表示会调查相关人士的资产情况 他强调 不过罗淑佩表示 没有记录显示 何太已经将何伯加入了他公屋的户籍 同时何太就声称自己和老公没有违规 既然前回家可迫入自己的公屋户籍 以免影响老公追回450万 虽然在这个时候 两夫妻的高调行为闹出了不少风波 但他们仍然呃行呃素 之后再挑起了更多时端 由于可白因为引起了房主调查 而要搬来老婆公屋的住所 所以两夫妇就转到去内地的酒店站住 又在房内直播 不过就被网民起底 找到两个人锁住的地方 令他们要频频更换酒店 其中一次他们进入罗湖一间酒店 但就被人找到了房号 有人识逢鬼折 令明将指责制品 还有女性生理药物送到房门外 又在订单上向送货源注明要大力敲门 令当时正在直播中的何太太吓了一跳 而何事夫妇就对这件事很不满 此外在8月中可白又在直播上豪然 暗示自己和已故岛黄鸿新的家族有关系 你查一查澳门那些 和我大吉正何的什么关系 而和何东家族后人结婚的正宴旅合雍正正 就是YouTube谈及何东家族的历史 与大相关的暗示可白认亲认戏 由于法律角度讲解可白闪婚的故事 而何太就在直播中大闹雍正正 质疑她的律师牌是买回来的 雍正正就反击表示会就何太律师牌 买回来的言论出律师信 不过何太就完全不怕 反而在抖音的粉丝群留言指放马过来 除了公开挑战雍正正之外 早前在镜头面前表现恩爱的两夫妇 竟然在直播的时候公开录出态度恶劣的一幕 你失去街坊 没有再跟着我 当时何太不满可白在直播的时候向网民透露行踪 就在镜头面前翻屋大闹老公 你又在想怎样呢 你在暴露东西 不是暴露 你真是跟他爬得出去跟你说 而可白就立刻低声下气地和老婆道歉 更加用胶纸封住嘴 另外身为话题人物的何氏夫妇 亦不示现新公众场合引人注目 更加有鞋店Dr. Kong的职员和他们一起合照 但网民除了嘲讽何太自以为是大明星之外 同时认为相关的职员涉嫌善离职首 向那家公司投诉这个行为 之后Dr. Kong就在官方的Facebook发声明 只留意到这件事引发了争议 透露已经对那个员工作出停职处分 还向公众道歉 到了8月20日的夜晚 何氏夫妇又在公园直播 当时有观众提议何太可以去做演员 而何太就敢回应 这番言论令网民笑指 没有钱不要找何太拍戏 虽然何氏夫妇在短短三个月内 成为了大量网民追击对象 但仍然没有了两个人在多处地方出场直播 不过他们最近在街上直播的时候 就不太受欢迎 好马甘花间公公出来 这个人来骚扰我 这个人来骚扰我 例如在8月24日 夫妇在中环皇后帐广场直播的时候 就被图人围剿 双方针锋相对 令何太要报警求助 你好报警 我们现在是皇后码头广场那里 皇后广场那里有一班人 骚扰我们我很害怕 但又拍我们又骚扰我们 这对奇人夫妇 由今年5月至8月 在香港闹出不少风波 不断成为话题人物 到底可白在有生之年 能不能够拿回450万职束 和一众子女和好如初呢 你又认为如果拿不回职束的话 何太又会不会履行照顾可白的承诺呢 那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等待何事夫妇最后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